哈喽姐妹们今天来测评这两盘Color School的眼影盘 它们两盘的话都是比较平价的 我也还没有用过 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什么的粉质啥的怎么样 现在看一下它这个配色真的是特别好看 它这个配色的感觉就是很温柔的那种 玫瑰豆沙盘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这里边的话是眼影 然后高光修容都有的 摸起来的话是比较丝滑的 这个高光 这样就看就是那种非常好看的香槟精的色 而且它这个粉质很好 压盘压得很实 延展度绝了 可以拉这么长 再来试一下它这个修容色 这个修容色的话感觉是偏红色一点的 比较适合侧里的修容 再来试一下它这个亮片色 你可相信这是十几块钱的眼影盘吗 天哪这个闪绝了 哎呀我看到了呀这个闪 而且它延展度真的很好 可以从这里拉到这里就抹了一次 再来试一下这个哑光色 表光色的话还可以 显色度也是挺好的 这一排所有的试色都在这里 本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像这个颜色其实可以用来当做腮红 然后现在再来看一下 这一排它是明二号色 这一排的话感觉更适合肘眼泡 用处要更多一些 这一颗就是可以用来当做化颜线的 这个是腮红 然后高光 这个是修容 它这个高光的颜色是这种偏银色一点的那种水光的感觉 这个亮片色跟刚刚那个亮片其实有点像的 再来试一下这一颗 是最深的深风色 它的延展度很好 它这个修容色的话就不会说是偏红 比较适合作为我们的鼻翼 怎么这也很好 就非常好晕晕看的那种 这一排的雅光色的话 它整体的显色度要好一点 然后现在来上面试一下 这个高光 它真的很闪 就一涂上感觉就像一个灯泡一样 就按在我鼻子上那种感觉 瞬间就感觉有了鼻液的那种 它完全不会显毛孔 就是那种很细腻的那种水光 然后我现在用它来画一个眼妆 这眼妆就画好了 画了一点点眼线 因为我的工具带的是真的不齐 就带了一点点浓血 所以说就会画了一点点 但它这个闪片是真的很好看 现在这是一个自然光 我现在就来总结一下这两盘眼影 首先是它这个配色真的是非常好看 就那种日常百搭 然后一盘还可以多用的那种 而且它这一盘的话就才十多块钱 就比较适合学生的和平民困女孩 它这种亮片的话还是粉质比较细腻的那种 而且特别丝滑 延展度很好 一拉就可以拉很长 而且它就像那种碎钻的那种小片一样 然后它的缺点我觉得也是有的 就是像它这种哑光的颜色 显色度还可以 但是会有轻微的飞粉 但是在这个价位来说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在这个价位的眼影里边 基本上像哑光的颜色 它都是有一点飞粉的 然后就是它这个包装的话 是这种亚克力包装 就是这种比较有质感一点的 这种透明的壳子 拿在手上不会显得很粘淡的这种 如果要给它打分的话 我觉得可以给个8分 真的是蛮不错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